经过检测曝光的不安全食品 民众可以杜绝 那么那些看不到的隐患又该怎么办呢 您可能不知道 各种色彩缤纷口感良好的食品中 都含有食品添加剂 那食品添加物就像是食物化妆品 为的是让食物保持鲜美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般台湾民众每天吃进肚子里的添加物 早就超过身体能负荷的三倍以上 红橙黄绿蓝电子色泽鲜艳的糖果 是小朋友的最爱 口感酥脆气味超浓郁的饼干 闲闲没事咔嚓咬一口 你就在不知不觉中 吃进了帮食品擦汁抹粉的添加剂 还蛮常吃微波食品的 你知道这个里头都有添加剂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每天吃进添加剂 但你却不知道 你的身体能代谢的只有150种 而每天吃进肚里的却有500种 已经超过了身体负荷的三倍 从早上起床 吃早餐 还有吃午餐 还有吃晚餐 其实我们都不知不觉 吃到很多食品的添加物 这不是文言耸听 实在是食品添加物 无所不在 好比这个不满奶油的蛋糕 就有抗氧化剂等40种添加物 炸鸡排香喷喷 但也加了不少料 就连牛肉面也可能藏有10种以上的添加剂 更别提这些花花绿绿 最近超火热的马卡龙了 要杜绝食品添加物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过去你脑袋瓜里的尝试 都可能被推翻 像眼睛还有就是 这个鱼肉 它有没有负弹性啊 这方面是有化学的药剂 可以帮忙来防腐 永远保持Q弹的海鲜 其实加了亚硫酸 氢钠等保鲜剂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防腐剂过量 像是本甲酸 脊儿细酸过量 那另外一种呢 是放双氧水 太恐怖了吧 双氧水具有漂白和防腐效果 吃进人体恐怕会引发恶心 呕吐 腹泻等肠胃炎症状耶 还有这一锅香浓的汤头 也未必是用真材食料熬的 味道越香 越有可能加了大骨粉 或化学基粉 要从添加物的天罗地网中脱身 记得越漂亮越鲜艳的 可能色素越多 气味太香 或保存期限长的食物 香精和防腐剂 绝对少不了 真相或许残忍 但你不能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